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要不要来 要不要来这件事情 凯翔 大家也很关心就问萧美琴 萧美琴就 当然就讲了 目前对方办公室 也没有提出什么具体规划 那所以意思到底是来还是不来 现在看法就是 反正他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划 但是你信吗 他不是应该要赶快来才对吗 对不对 萧美琴那为什么又要来呢 如果不是为了这件事情 还有其他的理由吗 常常看到AIT那个处长孙小雅 回美国去嘛 那回台湾他自己主动提出的 所以不是被叫回来的 他还强调动机非常的单纯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动机很单纯呢 那接下来到底是不是 可能也跟其他的什么样的 秘而不宣的事情有关联呢 凯翔 我觉得麦卡锡要不要来台湾这件事情 恐怕跟 恐怕我的想法 恐怕跟很多人不太一样 我觉得麦卡锡现在掂量的 不是台湾的反应会怎么样 是掂量中国大陆的反应是怎么样 然后他掂量的不是说 中国大陆会不会反应过激 而是生怕中国大陆 如果没有过激的反应该怎么办 因为毕竟他 这个民主党的裴洛西女士 已经来过了 来过了 那中国大陆至少端出了 这个七十万人关注专机降落 然后呢 还有像是相关的一些狠话料镜 然后最后还有围倒军演三天 如果麦卡锡来 没有照本宣科 全班上演的话 那岂不是我不是个咖吗 我什么玩意儿 拜托一个即将卸任的 这个裴洛西都有这样子 都有这样子的待遇 那如果我 然后中国大陆相对来说 甚至如果只是维持平盘的话 不就代表我这个当今 刚上任的议长 就不是个 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 人家也没有怎么样 不是个什么来着 对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 过去我跑新闻的时候 有一位前台北市议员 然后呢 他这个如今已经入狱服刑了 然后他其实每次 每次每次遇到陈抗的时候 他都会先打给时任 台北市长郝龙斌 就讲说 麻烦你什么时候来把我搬走 我不会抵抗 就是这种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政治动作 麦卡锡现在来台湾 他有什么有什么实际 非来不可 没有 他是个政治动作 特别是共和党里面 就是现在大家在 美国在共和党 跟民主党都在竞争 谁是那个中国最讨厌的人 然后谁是那个 对中国最勇猛的人 所以呢 然后特别是麦卡锡 现在在共和党里面 他的压力恐怕更大 因为他这个议长宝座 差点坐不上去 而且是被极右派绑架 所以他方方面面就要表现的 他是最凶的那个 最反中的那个 然后可能还要比川普 演出的更加用力 然后大家 非常讨厌我 所以如果他没有得到 这样子的待遇的话 或是这样子的对待 冷处理的话 那他就糗大了 丢脸了 那就糗大了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他现在不来 恐怕不是什么 畏惧于中国的压力 那畏惧中国的压力 或是说你说 是畏惧中国的压力 但不是怕中国压力 叫他不要来 而是他怕他没有得到 那样子的处境的时候 那他回去又怎么跟自己党内 或者怎么跟美国民众交代呢 因为他就等于自己错了 错了自己的声望 所以我觉得 这还是这场政治秀的背后吧 就像布林肯 他为什么要取消去中国大陆 他也在表达他很想去 可是看起来 中国大陆就没有打算 要给他一些好处 因为我是中国大陆的 为什么要给他好处 他还没来就一直在骂人 如果他去了 那麦卡锡就非去不可 因为布林肯是共民主党的 那我前面跟你布林肯的一些好处 那后来你麦卡锡再去的时候 我又要收回来 那我干嘛在那忙 我在白忙一场 我何必呢 那现在布林肯不去了 那麦卡锡就会去思考说 那我来 我来 我一方面前面没有布林肯玩杠杆 然后再来 我前面有一个佩洛西 我能超越他吗 这两件事情 如果都没办法得 让我如愿的话 那我就先按兵不动 嗯好 这个我们刚刚可以讲 现在当然啦 对于肖美琴回来台湾这件事情 那么战略专家林廷辉 他有分析啊 他说 回来不只是因为麦卡锡访台 或者是担任副手 指的是谁 赖清德的副手 而是针对台美关系的深化 与蔡英文下半年可能入境美国有关 蔡英文真的下半年可能入境美国有关吗 因为这个事情也已经传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说下半年 骑程可能会让大陆乍晕 这些可都是谈判的筹码呢 但是却也会冲击到两岸的关系 所以下半年会比上半年 还要来得更加的激化吗 我觉得他不是回来述职的吗 驻美代表不是也一段时间 就要回台述职吗 他讲说不是 他讲说他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回来 他说他不是回来述职的 他说他自己这个主动 主动要回来 我觉得那时候金补充驻美的时候 不是也曾经有过说 他做什么头等舱回来之类的争议 所以驻美代表不是定期 就要回来述职吗 那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但因为这次时期 因为他才刚去了 这个麦卡锡办公室 那他是说他没有看到麦卡锡 那就因为那样 然后他又刚好回来 所以大家就讲说 是不是带什么口信回来的 那但是你说 是不是纯粹只是述职 很多人讲说 哪有可能那么简单 要谈的事情可多了 蔡英文要好好的跟他 好姐妹要好好的聊一聊 因为很久没有这样对谈了 世修 我觉得林廷辉这场专访 我稍微看了一下 他的原文是说什么 他说萧美琴返台 不仅是因为 不是不是 是不仅是因为麦卡锡访台 或是谈论可能搭档 副手这件事情 他说是因为台海美关系深化 台美贸易即将有成果 也可能是蔡英文 会在下半年过进美国 但是林廷辉自己也讲 但不是受邀前往美国 我觉得现在的氛围 有一点点像 陈水扁后期那个时候 所谓的迷航外交 烽火外交 对不对 就是你明明被两岸 不是两岸 中美两大强权 都视为是麻烦 但其实这个麻烦 是觉得你很烦 倒不是说你很棘手 因为我说真的 比如说你看中共也好 还是美国也好 我们就拿去年 佩洛西来台湾的 中共军事演习也好 你觉得这个中共军援 美国人不知道吗 美国人一定是 默许这件事情的 所以这当然也造成了 一个佩洛西障碍 所以导致往后 所有美国政治人物 想要来台湾 不管你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 你都会想说 万一我没有办法超越 佩洛西的那个待遇 那我不是回去丢脸吗 但是对中共来说 还有对美国来说 这一些动作 其实双方大概都是 套好招的 反正你要你要的东西 我要我的东西 那台湾要什么 其实我们不太管他 所以不管萧美琴 他想要去摆弄什么 故弄玄虚 就说我一下子去了 麦卡锡办公室 那我可能没见到他 可是我可能得到一些 重要的资讯 我赶快回台湾来 面爆总统 其实我们讲到什么 我会觉得 这应该是外界猜测 我不觉得真的 麦卡锡或者是 美国政府那边 跟萧美琴讲了什么 具体性的突破 然后让萧美琴 赶紧要回台湾 向蔡总统禀报 然后导致我们 今年这个选举 我们就有一张王牌 随时可以打出来 吓了中共 他说什么 炸晕 对不对 炸晕 我觉得炸晕这个词 我觉得谁先晕 你先晕了吧 还战略专家 是啊 可是话都他们讲 然后就说 好啦 那你们不要一直以为 就是说 他是要去当赖清德的副手 还有一个人别忽略了 还有一个郑力军 这陈水扁的意见 他说他当的话 几率比萧美琴 还要来得更高 我是打个问号 贵女委员 讲这个之前 容我讲一下 我觉得萧美琴 他回来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的确是台美之间的深化 但深化的部分 很多的大家揣测的 就是说 你同样在我们国际间打牌 你不会老是都打一样的 所以上次是 Nancy Perossi来 那这一次呢 他一定知道 我们接下来要大选 大选之后 他的美方的这个出手呢 他的一个出手 一定这个牌 一定打得更重 比如说 他刚刚为什么会提到说 我们并没有邀请 蔡英文到美国去演讲 邀请 他没有邀请蔡英文到美国演讲 但蔡英文会不会到 美国去演讲 我觉得这个是几率 可能是相当大的一个几率 然后呢 再用这样的事情呢 再去挑动 这个两岸之间的 就是说 这个比如说我们说中国大陆 他受不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就会有所反应出来 所以他要希望 透过这样激化的一个情形呢 让台海之间的争议再起 然后呢 才能够营造那个气氛呢 将来对于他的选战有利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讲到这个 香美琴的部分呢 其实上次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有讲说 香美琴因为他的外语能力的关系 其实他对于赖清德来讲 他是一个等于是有这个互补的作用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他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